第四角色的角色 第四角色的角色 嗨,歡迎來到黑塊眼鏡,我是吉歐 今天我們將從限制深出發 從這戶人家開始吧 這邊是... 嘿,這是什麼 這樣就有一顆珠子了 你好,哦,張虎伯伯 謝謝 終於來了,迷惘的白狼 寶神是清通張虎之術已遇見未來的張虎伯伯 您的來訪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蒲古史張虎伯伯伯 似乎外面的世界正發生不得了的大事 今日中經國亂象分歧,其實也釋出有因 話是這樣說,其實今年恰逢 伊邪納奇和白野威和利希滅妖事件之後的一百周年 你來的時候也見到了吧 外面隆罩的那盤黑呆呆的張氣 大地被毀滅,何止人類那裡已全無 暴霧森林不可接近的腰域 能將那樣強大的腰域操縱自如的 除了巴奇大神外 不再無他人 但真沒料到他的獲散足度 竟如爆發一般 守護土地的殘土神賽之雅 他若不能復甦,詛咒便無法根除 賽之雅一定藏在這深極限的某個地方 哎呀,不好,生意之外的話到此為止 老生的本行是透過蒲骨虧視未來 只要給一點小錢 就算是朗朗未來也可以預測的喔 意下如何 嗯,付他好了 我看看,現在就用這個蒲骨 來相補一下未來吧 咦呀,看到了 我已經看到了 陰森的森林之中 隱藏在被巨石封閉的洞穴對身處 木精的分身在靜靜的等候 現在正是神力的爆炸 將露出縫隙的岩石粉碎之石 預言到此為止 剩下就是尋找線索了 嘻嘻嘻嘻嘻嘻 哦,大概就是給我們提示吧 我們要沿著河道走過去 看起來 應該是沿著 這邊 哦,沿著這邊走 沿著水稻走 好,這邊有一條小路 啊,不能跑到水裡 這邊嗎? 對,是這個洞 哦 誒,找到了 誒 哦,找到賽茲雅了 誒咻,我們來開花吧 哦,開了開了 復原了 這樣整座森林應該就變回了 哇 哇 哇 這森林幾乎都是水啊 怎麼那麼多水 這樣等一下很不好走 那這些樹它都沒有開花啊 哇 又拿到星域了 得到了 足獄 塞茲雅 在山林深處守護著神器嗎? 看來 散至始至終都收到姐姐的照顧啊 總之 這可是一份方便的大雨 在這四面八方都是妖怪的土地上 你最好也裝備好這件神器 磨練磨練技能 話說在前頭 這玩意不僅是讓你穿在身上 神器可是有錶裡兩種裝備方式可用 比如說同一件神器是選擇錶裝備或是禮裝備 效果可不大一樣 這點強勢哪怕是睡了一百年的你也沒忘記吧 好,你的腦袋就不要再去想那些難事了 先把剛剛撿到的神器裝到錶裝備再說 這應該是 主武器跟副武器的概念吧 裝好了嗎? 選擇裝什麼是你的自由 比如說把鏡子放在裡裝備就可以 變成阻擋敵人攻擊的盾牌 感覺有危險就按Y加好鏡子管自保 用路邊的雜碎妖怪是兩手就好 對了,還有一點 你還記得姊姊說的話嗎? 每當賽之花蘇醒,神木村的神木就會解滾 等到下次去神木村的時候看看他吧 好,我們出去吧 好,怎麼了? 誰在吹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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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天,換地,換海 浴展腰除魔,便換我 人倫傳導師牛肉丸 喔,這是本來守護十六月祠堂的人嗎? 那是誰啊? 那紅燕的臉譜配上神裝的神器 確實是相當奇特的Lux 而實力也是如此嗎? baby 喂,爬到那麼高的地方 自以為第一次放神話 你給我學來好好把話 等等,他能夠 看得見天空的真身嗎? 喔,跳下來了 信仰之月 真的是信仰之月 啊,他要幹什麼? 光劍 這傢伙拔刀 與其說這拔刀密 可是沒有他在手,卻無犯交談的男人 當仗氣帶再重新裸破城市時 將越乎帶走的嫩人 他逃往神木村後 用岩石塞救入口時被偶撞見 又我們知道什麼內情嗎? 這中英夾雜 喂,情況不妙 看著我們先暗兵不動 神功 鎔們又興奮起來了 好的,這就對了 我的愛刀 Pillow Talk的音色 好好讓你欣賞一下 喔,好像很厲害 欸,是雙刀 喔,他索隆喔 Let's rock baby 欸 欸 我们这个好厉害 我们这个好厉害 哦 赢了 停手吧 天造军 虽然好久没有尝到Dew的实力 这样已经足够了 都就翻上了 想逃吧 是你先动手吧 嗯 天宫 你们认识啊 呵呵呵 蜜只会这种笨拙的交流方式 抱歉了 baby 其实蜜正在调查附近 与怪现象相关的事 将烫气袋覆盖大地 连太阳的阳光都瞬间埋没了 传说上的妖怪 巴奇大蛇的诅咒一事 巴奇大蛇 还是不要随意把那名字挂在主编位好 心理脆弱的人 只要提到他就会被诅咒 巴奇大蛇在百年前 霸于伊贤纳奇与巴野为之首 长久以来在蜜所看守的十六月之池中被封印著 握于神中平年正中心的那古词里 可不知道是谁拿走正殿的宝剑 让大蛇的封印解开 从而是诅咒四散开来 将附近变为了胀气袋 诶,那只熊 似乎特意挑在蜜回都这段时间内下手 谁没想到 谁也拔不出来的岳父竟然那么简单的被取走 看来,命运的动向已超出蜜的预知 啊? 诶,那命运算了什么 我们正为进化诅咒四处奔波 不过呢 他竟然睡着了 啊,又行 照这样下去 就算是八级大蛇 给了一个头睡解决掉 原来 让生命勿书 是诱门的功劳 但据大蛇书起 已经过了这么久 诱门 屁死还真实 诱门 配死还真实 什么 什么 说实话 从刚才交手 蜜还发现 天造军 诱的能力 内秘失望 也许诱成和八级大蛇不分上下 只存在在过去的荣光里怠慢自己 导致现在已经完全退化了吗 你这傢伙照我看 你刚才不是说看到有人引逃往神木村了吗 连这种事都知道你也是可疑分子 为何U这么兴奋 橡皮球军 对 蜜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在这送U一句预言 沉默漂流 刺激满点 那是引到U们未来的Key War 好 蜜还有事再生 就到这吧 那么goodbye boy 他到底想怎样 气死人了 他算个什么 起来 怪公子起来 天公 我们要赶路啦 呦 这边是 阴暗深渊 现实生的出名景点 阴暗深渊道 小猎 梅太郎 用家伙没事吧 狗狗 怎么了 你也是一个人吗 我的名字叫小猎 请多关照 森林之子 小猎 哦 你说这吧 这是用来准备钓鱼的杆子 但是别说鱼钩了 连鱼线都没有吸上 其实这事出有因 他怎么了 之前我和一个叫梅太郎的狗 去秘密的地方探险 找到了被称回 爬山虎卷遗迹的古老眷主 路口大门上了锁 一般人可进不去 碰巧我在森林深处 捡到了门钥匙 决定进去瞧瞧 这是从遗迹深处传来恐怖的呻吟声 被吓坏的我们落荒而逃 然而在遗迹鱼的路口处上了锁 就像一口气跑回了家 回过神来 已见不到梅太郎的森林 梅太郎他肯定 还被留在遗迹里 一直哭啼啼啼 流着眼泪 既然知道了这么清楚 那为什么还不去救他 居然闲着钓起鱼来了 那是因为我慌张讨好的途中 在水边摔了一角 把一切的钥匙掉进湖里 我虽然试着想把钥匙给吊起来 但鱼钩和钩线全被鱼给抢走 只剩下杆子 这没出奇的小鬼 还哭哭啼啼的 用头锤给他打打气吧 撞他 哇 吊下去了 喂喂喂 我啊 最烦的就是金玉虫 和鼻涕虫了 你把中原来小狗 单独留在危险的遗迹里了 無論如何 你都会把钥匙掉上来去救他 可是 我说啊 钓的东西靠的就是要激情 只要激情足够 管它是鱼还是女人 都能钓走 快 我们再一旁守准 拿住你的激情啊 好吧,天功 這傢伙釣魚的時候畫筆 安邦塔怎麼樣 原有的釣線沒 那麼畫出一根連接魚跟釣竿的線就好啊 喔,魚上鉤 這隻感覺很難釣 這隻好大隻喔 大鮭魚釣上來 這可釣到了大家伙 欸?什麼? 這不是遺跡的鑰匙嗎? 從上吊的大魚口中釣出來了 現在終於可以把梅太郎給救出來啊 決定了,這次進到遺跡最深處之前 我絕不會再逃跑 啊,我們把牠叼走了 啊,狗狗,你做什麼? 欸,天功幹得漂亮 讓小鬼去做危險人士 可有損大神殿下的名譽 好,咱去爬那種... 爬山虎卷遺跡啥的 啊,這怎麼那麼難念 好好找找迷路的小狗吧 欸,牠生什麼氣 欸 牠生什麼氣 欸 欸 把牠撞回來 欸 放下 走了走了 那我們就先去遺跡看看 喔 有,遺跡如何在這邊 欸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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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跡門打開了 好了,去尋找迷路的小狗吧 其實我有一個更在意的地方 其實我有一個更在意的地方 這裡可是前輪古人後來著太古遺跡啊 意思是說 裡面會不會還有什麼寶貝等著我們啊 嘿嘿嘿 反正誰會說,咱進去瞧瞧 好,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是阿姨彭尔劍的集合 如果喜歡這個系列 別忘了點下喜歡 也可以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來 我們下次見 也喜歡 muchísimo 政府